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新闻的标题啊 这个国民党称台湾面临四高 四高的这个压力啊 让人民辛苦啊 这个这个标题啊 大家感觉没有为民请命的味儿 还有没有冒出来啊 对不对 老百姓啊 人民啊 国民党啊 然后的话带领大家了 然后的话带领大家向民进党啊 然后的话痛斥民进党了 对不对 然后讲讲这个新闻的里边 都说了哪些啊 这个据台湾的这个联合报的报道 国民党副秘书长兼文传会主委王玉民 今天在记者会上说啊 台湾目前面临四高压力啊 这四高压力呢 包括啊 痛苦指数啊 创十年新高 房价欲九年啊 不吃不喝啊 才能买房 那物价啊 创九年半新高 青年失业率啊 去年九月以来 新高啊 怎么认识啊 痛苦指数啊 他排在第一位啊 痛苦指数啊 说什么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今年三月台湾人民啊 痛苦指数高达6.93% 逼近7%啊 是近十年的新高 疫情还没达到高峰啊 人民痛苦指数就已达顶峰 你看一看人家这特别讲究 你知道吗 特别讲究 人家你看跟为民请命的时候 人家也不说啊 就是台湾人民啊 这个买不起了啊 吃不起了 喝不起了 用不起了 人家不这样去说 人家说台湾人民痛苦指数 这用的这个东西啊 都显得那么的高级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看一看啊 老五啊 老五啊 喝点东西的话呢 基本上啊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啊 就喝点茶 喝点茶 对不对 然后人家那种高级的呢 就会使用什么痛苦指数啊 人家喝的可能也就是红酒 对人家喝点红酒 再高级一点点 所以说人 你看国民党这个党 就显得那么的高级 对不对 用的东西都高级啊 那总而言之啊 这四这这四高啊 是分别是痛苦指数啊 房价 物价 失业率啊 这四高 对不对 可是啊 大家得知道一个问题 大家真的知道一个问题啊 就台湾的同学们啊 台湾的同学们 尤其是对于那个国民党 还有幻想的这些同学们 然后呢 你们要不要问一问啊 这个国民党 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对不对 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你现在说这四高什么意思 现在台湾最主要的这个问题 是是这个王玉民所说的这四高吗 什么啊 痛苦指数啊 莫名其妙 痛苦指数 什么玩意儿 你还拿出来说第一个 痛苦指数 房价 物价 失业率 这是问题吗 这是台湾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吗 啊 国民党到底在关心什么 之前跟大家说过无数遍了 国民党是一个中国的中 中上阶层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啊 对不对 代表中国中上阶层这样的一个政党啊 在大陆时期是如此 在台湾时期同样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你们为民请命说的都特别的好听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一个一个的好像啊把人民放在自己的心里啊把人民放在自己的心中 结果你说出来的话是人民想听的吗 台湾人一般的台湾人现在关心的是所谓的痛苦指数吗 一般的台湾人现在啊就没事干了就盯着那个痛苦指数那张图表啊 在那想嘛哎呀今天我的痛苦指数是1哎呀好可怕呀到了第二天啊我这个痛苦指数是1.5哎呀好难受啊到第三天啊我的这个痛苦指数是0.7哎呀我好很多了台湾人是这样天天过日子吧 这国民党到现在了都还不知道一般人到底在关心什么吗并不是 那他为什么要表现出这种形象啊民进党对不对你叫解决人民的四高的问题对不对你要解决不了你就是个坏政党对不对他到底是为什么 他在模糊现在的主要议题啊现在台湾这个岛上面的主要的议题是什么刚才说了对不对疫情啊 对不对啊台湾这个岛一天那么那么那么几万大几万大几万的涨对不对而且都说了那一台湾这个岛要一天啊能够确诊20万啊 这台基本上算是高峰对不对一天20万台湾这个岛上得死多少人一场疫情来了大家看到台湾的新闻对不对老年人的命没有对不对然后的话两岁三岁小孩的这种命没有这都是悲剧啊很多的人可能有那个血很凉对心很凉人很凉薄他可能会说老年人年纪大该死死对不对有这种啊混蛋玩意儿可能会说这种话但是两岁三岁四岁五岁的 小孩因为这场疫情命美了谁关心啊对不对大家发现没有啊所谓的这个民主自由啊所谓的这个议会政治啊所谓的这个迪马克思对不对对不对啊这个玩意儿然后的话说出来都特别的好听啊我有了选票啊人民最大人民有了选票人民最大是不对然后说的都特别的好你有选票你最棒对不对你有选票你想让谁当选谁当选想让谁下台谁就下台 可是现在台湾人应该按理来说关心的就是身体健康问题吧不管是排队买口罩还是排队买快筛对不对然后呢都有这种现象啊啊然后结果呢大家看到了什么 没人关心台湾老百姓到底在关心什么到现在为止了国民党在干嘛 国民党的关心四高人民的痛苦指数你到底在干嘛啊国民党到底在干嘛大家啊那么我我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想国民党为什么说出这种话一是蠢二是笨 不一是蠢二是坏先聊一下蠢国民党为什么蠢因为国民党本身是一个中上阶层的政党他根本就不知道一般的老百姓怎么想之前跟大家说过 看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吧然后看一下四一二国民党干那些事啊对不对四一二之后然后的话啊打国民党打仗打不了为什么呢啊北伐靠的是夜挺夜挺共产党人对不对然后打仗打不了靠的是共产党发展基层发展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四一二之后国民党国民党党内清党国民党里边的左派被杀国民党党内的这些共产党员被杀对不对导致什么呢 从四一二之后到现在哦从四一二到现在就是台湾岛上这个国民党根本就不会做基层组织没有任何的基层动员动员力量会做的是什么呢 会做的是啊各种各样的埋那种啊那个特务埋那种间隙啊就是啊国民党的中统啊军统啊这个风气埋下了他如何埋的呢 他到各个大学里面发展各种各样的组织啊扶植各种各样的学生这个国民党特别会就玩这种间谍呀玩这种啊军统中统啊埋一些啊那些埋一些人在某些地方啊他特别会干 可是呢你让他发展基层组织这些人一定点都不会他不会啊不会发展基层组织他不懂一般的老百姓怎么想他到现在台湾这个岛有疫情的一个情况底下他出来跟你说四高 这就是国民党了蠢呐对我从主我从这个蠢的角度啊来看这个国民党对不对国民党这个蠢样子对不对然后的话啊现在现在大家都在担心疫情啊会造成多少人死亡疫情有没有后遗症疫情有没有那个什么那个那个各种各样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让大家在关心这个现在结果国民党在跟你说痛苦指数十年创新高 蠢不蠢那这这个党他又有能有出息啊哎呀这那就算真的是有了鬼了呀这是蠢的方面国民党这个党蠢的方面那咱们讲讲坏的方面那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国民党坏 原因也是非常简单的啊国民党为什么坏现在台湾这个岛上面对不对然后疫情处理的不好疫情上有问题对不对 从上到老年人下到小朋友对不对这个丧命的这个案例啊比比皆是对不对出现了这种情况国民党这个时候转移老百姓的这个焦点对不对然后哎我们关心关心人民的痛苦指数吧他在做什么 国民党在做什么国民党在跟这个跟这个民进党打掩护为什么会产生国民党跟民进民进党打掩护呢原因非常简单 民进党为什么现在是一种躺平的政策 民进党可不可以做清零 当然可以啊民进党之前疫情 处理的还行啊不是该封也封啊虽然说也报过虽然说疫情啊里边也报过一些一些比如说什么万华呀这个也爆也爆炸过一些一些一些地方吧但是呢总而言之之前疫情处理的还行 但是民进党现在忽然之间这一波奥米克戎还没怎么样呢就早早的在这准备等着躺平了为什么呢 肯定是因为这场疫情起来之前民进党跟他背后的那些人大家有所共识啊什么共识啊 就是说疫情来了我们要躺平了为什么要躺平因为很多的爸爸们的啊金主爸爸们的那些那些啊那些固定产不要受影响啊受了影响 金主爸爸们啊那兜里的钱会少爸爸们的钱会少我们这些靠着金主爸爸过活的这些这些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那兜里的钱也会少 所以说呢肯定是早早的准备准备躺平肯定是因为背后有所共识啊那民进党是准备躺平了国民党呢 对不对国民党呢国民党也是靠着都是一样的这个金主爸爸呀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有一样的爸爸 然后的话那这些金主爸爸受影响国民党肯定也不乐于见到走到了现在对不对然后民进党 疫情对不对然后导致啊那么多的台湾人啊感染得病生病有那么多的台湾人 有后遗症有那么多的台湾人不想生病但是命没了 国民党为一般的台湾人去骂一骂民进党了吗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大家看到国民党拼命的骂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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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有吗 为民请命去哪了 这个时候怎么不为民请命了 有些台湾的同学啊家里边的老年人有些台湾的同学家里边的小朋友对不对 然后因为这场疫情丧命 国民党为什么不去他们那里然后的慰问一下 然后借着他们的事情啊抗议抗议再抗议 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民进党原来挺会做这种事的 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民进党的这个洪仲秋的这个案件 然后这个案件到最后还诞生了一个议员叫洪思雍嘛 对一个小女孩 然后充满了这个 这个这个民进党教育下来的那种表情啊 跟那个什么他香港的那帮小废青啊比如说像黄之锋啊 做出那种 做出那种理想脸 都特别会做那种理想脸 俩眼发直啊 45度向上看 你一脸的怨气啊 拍这种照片 洪思雍也是这种人 可是呢他的弟弟啊 洪仲秋嘛 然后出现了啊 在军中被打死 这个案子 从而呢 洪思雍呢就借着他弟弟这个事就成为了议员 民进党会做这种事情 国民党不会吗 国民党为什么不会啊 跑到这个什么 跑到一般的这个受苦受难的啊 老百姓的家里面去慰问一下啊 带着这个家庭 也再出一个立法的一个议员呢 立法委员呢 对不对为什么不去这样做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愿意做呀 对不对 不能啊 让民进党太丢脸对如果给民党太大的压力啊 你要解决疫情解决疫情对不对 真解决了真使用了一些强硬的手段 从而让 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爸爸们啊 的起义啊工厂受到了损失 对不对那国民党就等着被收拾吧 这就是坏的地方 大家发现没有这就是坏的地方 但是啊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所谓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 大家看清楚了吗 表面上啊都是为民请命啊 表面上都是为民请命 表面上都是小国寡民 表面上我都是啊最尊重你们的 表面上都是各种各样去拜票 握手 对不对 然后呢一定不能嫌弃别人的手脏啊 就哪怕是菜市场里面 杀猪的对不对 杀鱼的对不对 这种啊满手的血腥 满手的这种油腻啊 你该去握手 你一定得握呀 啊相亲的我总算见到你了对不对 我爱死你了对的一定要支持我呀 对不对啊表面上是这样 表面上啊 你们那你们我最爱台湾表面上我最爱台湾人 我爱死这片土地了我马上就跪在这里啊对着这片土地 深深的闻上一口啊 对不对 台湾人我爱你们台湾的土地我爱你们我爱台湾 表面上都是如此啊表面上还得再加上一句啊真爱台湾对不对 我在我的视频这个脚上也得加上加上四个字真爱台湾 我是真的爱台湾 对不对 真爱台湾 然后总而言之啊 我都是爱的我爱的都不行了对不对 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看到了没有 谁关心你的死祸呀 谁关心吗 谁关心 对不对 然后疫情一来人命丧失 后遗症很多 怎么办 没人办 没人办 然后呢看似啊我们在党争啊 我们议会里面我们立法院里面打来打去 我扔珠下水 你扔大猪蹄 我泼水 你砸球 对不对 立法院里面啊 看起来跟那个游乐场一样 大家开开心心的啊 砸来砸去砸来砸去 你推我呀 我推你 你拉我呀 我拉你 大家一起开心的向大家展示 你看呢 我们在为你们争取利益啊 结果真事来了之后呢 他们到底在保障谁的利益啊 他们到底在保障谁的利益啊 即使疫情看大陆 你看得清清楚楚的 为什么大陆要清零 大陆要清零 对不对 我之前说了很简单的一个一个道理 很的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 一个好的政府 如何在疫情里面考验他呢 你既要保障一般的老百姓的生命 财产安全对不对然后还得保障这个社会的经济的稳步向上的提升 这才是好政府啊 对不对 然后想想前两年啊 大陆的这个和这个清零政策执行的好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大陆的疫情也没什么多大的一个问题 经济也保障了啊 对不对 全世界带着头往前去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老百姓也没有因为疫情受到多大的影响 从2019年到2022年初 对不对 然后基本上是这种状况啊 整个中国就是这种表现 好的政府 让老百姓啊 不用担心生病 好的政府 能够让这个社会往前去走啊 那台湾呢 台湾对不对 国民党 民进党 我得展示 我为民请命啊 我爱死你们了 台湾人 对不对 我就是你们的儿子 我们就是台湾之子 我是你们的儿子呀 对不对 投票给我 投票给我说的 都特别好 对不对 疫情来了 谁真的关心一般的台湾的老百姓啊 台湾的顶层人 台湾的有钱人 对不对 没有疫苗的时候 人家能去美国打 人家能来上海打 人家能来北京打 人家能来福州打 一般的老百姓 你去哪儿打台湾这个岛上没疫苗的时候 对不对呀 真感染了 生病了 对不对 真感染了病毒了 人家有钱人 人家那个医疗条件 可不是 可不是一般的 一般人能够比的 对不对 有钱人 真有钱 人家连自己的私压医院都有 对不对呀 总而言之吧 这个社会啊 然后的话 到底是在保障谁的利益 躺平吧 躺平好 还是那句话 躺平好 对不对 台湾人别排队买快筛了 对不对 台湾人干嘛要担心得病 也别 也别那个什么了 也别 那个疫苗也不要打了 要打也打高端 对不对 然后这样就解决疫情了 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关心吗 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关心吗 对不对 台湾人 我是台湾之子 我是你儿子 对不对 然后他真关心吗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能分清楚啊 成年人按理来说都能分清楚好坏 分清楚忧虑 对谁都知道啊 成年人应该能分能啊 知冷知热 但是的话大家看一看 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很神奇啊 对不对 能够保障一般老百姓啊 生命财产安全的 这些政府啊 还能保障这个这个社会啊 经济往上去发展的 天天的在那要青菜 要青菜 对不对 然后他那个啊 根本啊大家一起躺平吧 一起躺平吧 然后的话你什么感染了回家待着回家待着 对不对 什么 你没钱赚啊 你在家待着没钱赚 你没人吃饭啊 那个那个 给不了你吃饭 对不对 你吃不上饭啊 不关心不关心啊 什么你希望我民进党给你弄一片地方 然后呢让你在这隔离 你平时吃饭还不用拔心啊 我民进党不管啊 你去找国民党啊 国民党管不管 国民党也不管呢 这就是整个台湾 对不对 这个世界怎么了呢 谁是好谁是坏 能分清了吗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